第44章 陆凌成再一次从医院出来 地下车库 男人点燃发动机 手握着方向盘 发动机微微轰鸣 却始终不开 耳边回响着 那个慈眉上目的医生对他说的话 陆先生啊 虽然我不知道您那位失忆的朋友是谁 但是帮助他恢复记忆 只是康复治疗的一方面 您不能只寄希望于 他能够回忆过去 主动想起你们的关系 在此期间呀 其实更应该尝试的是 再重新建立你们的关系 这个过程在某种意义上 反而更有助于康复 重新建立关系 陆凌成静静的琢磨着这几个字 然后心里突然就一阵烦躁 松开离合器 打方向盘出了地下车库 手机响了 来电显示是卓阳 陆凌成戴上蓝牙耳机 接通 卓阳 凌成啊 我最近看了两个本子 你晚上回去看一看 我觉得制作班底什么的都挺不错的 陆凌成 不用了 卓阳 什么 陆凌成把车开得很平稳 一如他的身线 最近不想进阻 卓阳那边沉默了一阵 然后问 一直到什么时候啊 陆凌成 不知道 卓阳似乎有些气了 陆凌成啊 你最近是怎么了 到底想干什么呀 陆凌成握紧方向盘 突然就问 你能告诉我23岁的女人最喜欢什么东西吗 卓阳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你说什么 人心开拍在即 剧组通告本都已经出来了 梁爱情导师 燕 现在也没空管自己微博下面 溢水的咨询感情问题的留言和私信 他这么紧张着准备进组呢 人心的开机仪式办得很热闹 演艺圈的人都很注重仪式 开机现场霹雳啪啦的放起了鞭炮 梁烟手里举着三根箱 跟着一众主创啊 拜天拜地 祈求收视长红 几人拜完天 要把手里的线箱都插到箱炉里 童磊和陆丹是男一女一 他们插完箱之后呢 才轮到梁烟在剧里 与梁烟范位对应的南尔忠泽 忠泽在剧里扮演一个 对梁烟饰演的实习医生 穷追猛打的富二代 两人几乎承包了剧里所有的感情器 梁烟一边往箱炉里放箱 一边扭头看了一眼旁边的钟泽 梁烟看愣了一下 发现还真有点像 娱乐圈有些艺人出道时 因为长相跟已经成名的前辈相似 会被贴上小某某的标签 这种贴标签有利也有弊 利在于一出道就可以轻松的蹭前辈的名气 弊是在于被前辈粉丝嫌弃和对比 并且标签很容易贴 但是却很难撕 不容易形成自我的风格特色 忠泽据说是因为长有两分向陆临成 被星探在街上发现了 然后顶着小陆临成的名头出道 只不过入行两年作品没有什么水花 现在在公众眼里唯一的记忆点 还是那个小陆临成的头衔 钟泽发现梁烟在看他 点头叫了声燕姐好 头一次被人叫解了梁烟 黑人问号脸 无左是从啊 梁烟拱摸着钟泽比他还大 干笑了两声 那个叫我名字就好 钟泽好的燕姐 梁烟点点点 梁烟在剧里的第一场戏 就是跟钟泽的对手戏 戏里钟泽扮演的富二代 在躲避家里安排的相亲途中 不慎失足落水 然后被梁烟扮演的刚好路过的 实习医生救了上来 富二代救起之后吐了两口水 开口就问小实习生要多少钱 小实习医生却赶着去上班 看了一眼手表之后 把腿就跑 富二代见惯了拜金女 然后突然来了一个不光忽视他帅气 还忽视他金钱的女人 一下子就起了兴趣 一打听之后 发现他是市医院的实习医生 于是就开始追 本来是为了证明自己的魅力 追着玩的 结果每天被小医生 花式冷漠脸拒绝 富二代欺而不舍 结果后来追着追着还追出感情来了 真的喜欢上了梁烟饰演的实习医生 每天花式接送上下班 求表言求虎摸 最后 上刀山下火海 就煞徒手捞油锅了 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狗变奶狗 男友力MAX 终于追到了淡定古版的小实习医生 人精采取的拍摄顺序是顺拍 所以梁烟进组之后的第一场戏 还没跟世帝师后说句话呢 就要下水永旧男二中泽 拍摄片场 梁烟站在公园人工湖边上 看着那潭绿油油的池水 咽了咽口水 中泽抱着剧本凑过来 烟姐你会游泳吗 梁烟已经习惯了烟姐两个字 他现在总算明白了 为什么中泽顶着小鹿凌城的称号 出道两年 没有什么水花 作品还能够一直有戏拍 跟组里人才认识没有多久 就在组里一口一个咯 姐的叫着 听起来简直比轻声的还轻 梁烟抬了抬眼皮 显得很淡定 不会你呢 中泽笑嘻嘻 我以前是游泳笑对的 梁烟 好吧 影视剧里很多与水有关的戏 演员却不是一定都会水的 并且要让演员为了尝试一个戏 去临时学游泳也不太现实 太危险的同时呢 还兼顾不了戏 所以一般采用的方法 除了后期就是吊威亚 用威亚把演员半吊在水里演戏 梁烟在威亚师的辅助之下穿好了威亚衣 尽管事前就已经给自己打过预防针做过心理准备了 但是现在正式开拍啊 望着那一池子的水 还是漏了气 他哭丧着脸看姜牧 怎么办啊 姜牧给他比了一个加油的手势 你可以的 梁烟被一点一点的威亚放进水里 当池水没过梁烟脚踝时 他忍不住撕了一声 虽说现在已经是四月份了 白天最高温度有时候可以达到三十度 但是春天的池水却照样冰冷 寒意像是游蛇 穿过衣服直直钻入骨头缝里 梁烟半个身子都浸在水里 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钟泽本来还兴致勃勃的 但一下到水里啊 整个人都不好了 我靠 烟姐 好冷 梁烟两条手臂抱在一起 上下牙齿打着架 这 这道家 争取一条顾 剧组工作人员也知道水冷 演员辛苦 两个人下水之后 没多久就立马大喇叭 开始宣布 开拍 梁烟事先跟钟泽在岸上对过戏 拍摄时 一手从他腋下超过 另一只手拨水 装作游泳技巧很好的样子 但是事实证明 水下跟岸上完全不同 梁烟在水没有过腰际的时候 还有点信心 但是当薇亚师把他越放越下 水没过胸口 胸闷感觉一下子就上来了 钟泽一脸担心的在旁边 梁烟壮着胆子 一手抓住钟泽 另一只手战战兢兢的伸过去 刚要试着拨水 整个人就失去重心 往前陷进水里了 冰冷的湖水 没过口鼻和头顶 梁烟吸进水 本能的挣扎 幸好钟泽反应快 救生员和游泳圈还没有过来 梁烟就被他眼疾手快的捞了起来 虽然只有短短一秒 但那种水流没过头顶的感觉 对于不会水的人来说 依旧像是在鬼门关走了一遭 梁烟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 抓住钟泽的胳膊 不停的咳着水 薇亚师立马把梁烟往上拉了一点 工作人员纷纷冲到岸边 梁烟没事吧 梁烟缓过神来 开拍前还在跟钟泽说争取一条过 没有想到呀 还没正式开始呢 他就掉了链子 梁烟抹了一把脸上的水 摇头没事 正片里也就几秒钟的戏 两个人足足拍了一个多小时 梁烟虽然还是怕水 但是有薇亚和钟泽撑着 勉强能过 对于冰冷的池水 纯粹只是硬扛啊 梁烟在被薇亚吊上岸的时候 觉得自己已经快被动木了 手脚连知觉都没有 姜牧拿着大毛巾赶紧给他披上 赶去剧组后面跟人要车换干衣服 梁烟换衣服的时候 小腹突然痛得厉害 他换裤子的时候看了一眼 自己大姨妈刚刚来了 幸好身上穿的是件黑裤子 没有太尴尬 第二天 人心俱组 梁烟捂着坠坠发疼的小腹 蜷缩在自己的躺椅上 今天早上化妆师突发奇想 给他画了一个精致的桃花妆 水红色的唇釉 配珊瑚色的腮红 愣是把惨白的脸和嘴唇都藏了起来 乍一看气色真不错 梁烟鼻子发痒 只轻轻的打了个喷嚏 下身立马一阵暖流奔涌 梁烟感受到那阵暖流 艰难的换了个坐姿 姜牧今天有亲戚在闭市 请了一天假 梁烟也不好意思跟他说 自己大姨妈来了 以至于现在 连个给他倒杯水的人都没有 他今天跟扮演他导师的同类 有一场对手戏 圈里没有前辈找后辈的道理 于是梁烟趁着身子站起来 主动去找童磊对戏 童磊在补妆 看了一眼拖着身子过来 脸上气色还不错的梁烟 皱着眉 怎么了 昨天那场下水的戏 听说你跟中泽拍的挺辛苦的呀 童磊不嫌不淡的说 不过干这一行 都是看着表面光鲜 其实那里的苦只有自己知道 只能自己受着 大家本质都是商人 没有人会愿意将就别人的 我知道 梁烟垂下眼 童磊老师 我来找您对下午的 梁烟话说一半 童磊的手机响了起来 他对梁烟做了个近身的手势 我先接个电话 哟 怎么敢劳架你来探班啊 梁烟静静的站在旁边 不一会儿听见童磊笑着说 梁烟倒是也没有在意 人心刚开机 拍摄地点在闭市 像童磊这种咖 没事过来探班的朋友很正常 下午 陆凌成带着助理出现在人心片场 他来的低调 鸭舌帽加黑色口罩 好些剧组里的工作人员都不知道 陆凌成来的时候 片场正在拍戏 童磊中气十足的话剧枪 远远就能入耳 导演 咔 然后是一个不停道歉的女生 对不起导演 对不起 童哥 真的不好意思 算了 导演从监视器后面站了起来 你今天是怎么了 昨天太累了吗 状态没调整好啊 再去准备准备吧 谢谢导演 真的不好意思 童磊下了戏 一眼看到在他的位置等待的陆凌成 在陆凌成刚踏入演艺圈 两人就合作过 那时童磊已经成名 陆凌成当时还是一个只有流量的爱豆 刚刚开始拍戏 童磊本来对半路出家来演戏的陆凌成不怎么看好 可是陆凌成无论是天赋还是勤奋程度 都给了很大的惊喜 两个人合作之后呢 关系一直不错 后来陆凌成越来越红 三精影地到手 但跟以前的朋友呢 也一直交好 童磊有什么戏上的时候呢 陆凌成都会帮忙宣传 童磊笑了一声 走过去第一句话就是 要不是昨天那场戏下了水啊 今天这种表现早就不知道被骂了多少回 陆凌成被戳中心事 微微别过眼 他看到不远处 差点被骂的人 一手捂着小腹 一手举着剧本 皱着眉头念词 男人的目光落到他的小腹上 梁岩正琢磨着戏 剧组突然热闹起来 据说是同类的朋友刚刚来探班 给大家点了饮料 每个人都分到了一杯 众人拿到手之后高兴地看了包装 结果看到封条上的红糖浆茶热 傻了眼 不是奶茶吗 有谁请人喝饮料喝这个呀 只有梁岩安捧着一杯热的红糖浆茶 兴满意足的喝着 世界上只有三件事情是藏不住的 感冒喜欢和穷 梁岩安还是没扛住 他感冒了 虽然喝了暖暖的红糖浆茶 但感冒来得太快 就像龙卷风 梁岩不想因为自己连累了人心的拍摄 因此一直带病拍摄 钟泽和梁岩搭戏就发现了他的不对劲 担心地问 燕姐你没事吧 梁岩摇了摇头 没事挺好的 但下一个镜头 该他说台词了 一句话还没有说 梁岩就掀一声阿铁 打了个喷嚏 他还是没能掩饰出自己感冒的事啊 钟泽拧着眉对导演说 导演 燕姐感冒了 让他去休息会吧 梁岩本来想摆摆手 说自己没事 但那只手就跟断了的似的 怎么都拿不起来 他放弃了 认命地听着导演 让医生帮他量体温 一般的剧组为了防止意外 都配有跟祖医生 梁岩坐在一旁休息 认真地看着童磊和王一丽搭戏 两个大咖队戏目光中都有着火花 钟泽跟在他身旁念叨着 燕姐啊 你可不能为了工作 不管自己的身体 你看我们圈子里的老一辈艺术家 好多老了身体都有各种问题 钟泽 梁岩认真地看着他 说道 知道的太多会被灭口的 钟泽点点点 医生很快来了 先让梁岩量了体温 几分钟之后 梁岩把体温计递给医生 医生是个年轻的男子 接过体温计一看 皱着没到 都烧到39度了 恰好童磊一场戏结束 听到医生的话 诧异的看了一眼梁岩 梁岩摸了摸自己的脑袋 有气无力的应了一声 嗯 钟泽吓了一跳 我天你烧成这样啊 导演也没有想到梁岩还在发烧 明明看着气色挺好的呀 好在梁岩的戏都差不多了 也就放了架 让梁岩回去休息 梁岩拖着沉重的步伐走了 童磊看着梁岩快走不稳的步伐 又看他脸上的表情 神色变得复杂起来 这种心情就好像 你本来以为是一只狼 结果只是一只变异的羊 没啥杀伤力啊 还有点刚 童磊还是给陆凌成打了电话 虽说来探班了一趟 连面都不见 但是临走前送全剧组 红糖浆茶的操作 怎么看都是口是心非啊 喂 以前期发烧了 39度 我只是跟你说一声啊 没别的意思 梁岩这次发烧是真的挺厉害 他一个人回了家 躺在床上 一镜被窝 就感觉脑袋晕晕的 眼皮子也直打架 梁岩睡了一觉 然后被门铃声吵醒 梁岩不想起床开门 翻了个声继续睡 然后把被子蒙过头顶 然而门铃始终 弃而不舍的想着 梁岩睡不着 没办法 只好起身去开门 谁 他有点生气的拉开门 梁岩继续去睡了 陆凌成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 打亮着梁岩公寓的装饰 然后起身 坐到他的卧室 梁岩睡着了 嘴唇微动 似乎在说着什么 陆凌成下意识的弯下腰 好累啊 太重了 陆凌成没怎么听明白 什么太重了 他轻声询问 面对一副病容 躺在这儿的人 他的嗓音不由自主的放揉 杠铃太重了 梁岩突然呜咽了两声 我挤不起来 好重啊 陆凌成意识到 梁岩是蒙到小时候 在体笑练举重的时候 他以前从来没听梁岩 谈到过他的小时候 他以为他应该是一个普通家庭 直到那次在热搜 看到梁岩的举重童年兆 发黄的背心 两团高圆红的小胖眼 还有举起杠铃时 坚定的眼神 还有陈雪云 那个时他也从来没有跟他提过 陈雪云出现过 找过他 为什么不说呢 他现在很想问他 可是他却失忆了 甚至连他都记不起来了 陆凌成磨了磨 目光落到了梁岩高烧干裂的嘴唇上 陆凌成去倒了杯水 回来的时候 手心里有几颗白色的药片 他没有照顾过人 因此接水给梁岩喝的时候 不小心倒快了 有一些水就顺着梁岩的下额流到了衣领里 他皮肤很白 锁骨明显 是很漂亮的形状 他跟梁岩结婚两年多 陆凌成猴杰微动 兴师想忍一忍 但是身体就跟会认人似的 他有点尴尬 陆凌成抛开杂念 把退烧药放在了梁岩跟前 梁岩吃药 可能是因为水流进了衣服里 梁岩有些不舒服 闭着眼 拉着他的手 声音有些含糊 不吃 陆凌成把药片递在他的唇边 梁岩 吃完药再睡 梁岩不理 陆凌成有些生气 把梁岩身子往上提了提 梁岩 快点吃药 梁岩睁开眼睛 眼前的人容貌很熟悉 向前夫 前夫怎么可能知道他生命 肯定不是了 梁岩排除了前夫 于是以为这个人啊 是顶着小陆凌成名头的忠泽 这小子 再偏长还烟解长 烟解短呢 梁岩伸出手 啪的一声 高烧时发烫的掌心 像无情的拍死一只蚊子 敲上忠泽的脑门 你怎么不叫烟解了 出手 好的 欢迎订阅 进行 我没关系 下午